日韩中三国上周六在韩国首尔进行了三年来的第一次三国外长会谈 但与此同时日本媒体却曝光了一起中共间谍案耐人巡慰 日本产经新闻21号的消息说 被捕的中国男子现年62岁 上世纪70年代毕业于中共专门用来培养间谍的解放军洛阳外国语学院 这名男子1976年到大阪外国语大学留学 78年毕业后频繁往返日本 93年他在大阪一家公司就职 2004年这名男子在大阪开设一家贸易公司 并频繁接触日本精密机械业人士 巧合的是这间谍事件的曝光 恰逢中日韩三国进行第七次外长会谈之际 因此格外受到外界关注 在这个时候日本政府把这个人抓起来 那就是他的背景 就说明了中日关系并不那么缓和的顺畅 起码日本人认为没那么容易改善 打这个东西来加个味道加个料 美国中文杂志中国事务总编辑五番分析 在中共的间谍系统中 解放军洛阳外国语学院主要负责培养低级间谍 而中高级的间谍一般出自北京大学外语学院 中国外交学院复旦大学国际关系系等 这名被日本抓捕的男子直接窃取机密 偷盗信息资料属于中共低级间谍 中共拥有大量这样的初级间谍 被潜派到世界各国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网援引法国解放报的报道说 中共在法国境内全方位开展间谍活动 并且已经进入产业规模 中共间谍擅长盗取试验器材和电脑信息 格外具有攻击性 报道指出 中共特别专注的另一项间谍活动是监视异议人士 这包括法轮功群体、藏人团体、台湾和维族人社团等